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李洪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医的事 中医、中药这一套完整的体系 能不能在美国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 这问题很重要啊 如果美国承认了中医、中药的话 我说的是全方位的承认、接受 保险公司可以cover这些中医、中药的费用的话 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不仅对中国的从业者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而且可能带领全人类重新回到起点 解决人民群众的病痛 让中医、中药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今天主要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呢叫尼海峡 尼就是常见的那个单理人 尼海洋的海峡 那是实际上是厦门大学的那个厦 尼海峡这个人大家搜一搜啊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他在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去世的 也就是九年前了吧2012年他去世了 这个人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啊 这个大师大师级打个引号咱们这儿啊 在中国大陆了因为这个大师叫烂了 随便什么人说两句俏皮话就叫大师 哎呀我这个很多很多词都都他这个意思呢让听的比较别扭 但不过怎么说这个尼海峡这个教授呢 在他有生之年吧 也就是2012年之前 他在美国在台湾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有些个别地方造成了 不小的风波 然后他就是 重新 重新普及宣传 中医的这个概念我听了一下他讲的东西还是比较 还是真正的是中医 那他他他这个 这个可能是阴灿阳所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有缘分 那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呢 是台湾东吴大学毕业 政治系 学文科的 东吴大学毕业之后 东吴大学在台湾是一个一般的学校啊 可能这个 一般的学校能招到一些这个 歪才 就是咱们中国恢复高考之后1979年 那年的高考题特别难 这个招到了社会上很多 歪才 他偏科 这个尼海啸在台湾呢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姐姐得了一个神秘的病 疑难杂症医生治不好西医治不好 哎 居然被他给治好了他是根据中医给治好了 大受鼓舞啊 在他的朋友圈当中引起轰动 觉得要这个孩子有才啊 年轻人就怕夸 你这人干点好事 一夸呢 他真钻进去了 哎呦他钻进去不得了 这就开始 这个这个就是钻进中医了 就是比较 比较 高的这个境界了 他真的读原著 他这个 回到什么 这个 张仲景 回到这个 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他吃透了 学文科的吧 哎 中国学文科的文科学的好的 读古文读的比较好的话 就是钻进中医 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当然就是一个 因缘巧合 他本来是想在台北街头摆摊 给人家算命 看风水啊 看阴宅 这些 这个大概是挣不了太多钱 竞争也很激烈 在台湾这个这个就很激烈的啊 不容易立得住 小年轻的要想人家扶你很难 那么他就后来 做中医 后来大概是80年代吧 他的家人移民 他就跟着移民到了美国 在美国啊 你想他到了美国的时候都成年了吧 也没有去纽约和旧金山这种大城市 而是去了好像是去了是福德尼达 一个相对华人比较少的那个地方 他再靠中医 在美国啊 在中医是 不是叫违法吧 他就是 中医赚不到钱 中医 这个保隐公司不承认 不给你发律 医生执照 所以他不管怎么说他是摸出一条路来 大概是 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搞的 他讲讲课当中经常提到 制了一个白人 制了一个这个 制了很多神奇的故事啊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就有点像那个 传销了 这个这个宣传方法向传销 推广方式向传销 他讲的这个故事很 就是制了很多疑难杂症 在福利达 这个在美国的话会遇到严重的法律问题 就算你有真绝招 你比如说我昨天讲的这个这个 前列腺肿大 导致小便 不唱 或者尿不出来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 这个你就是真有绝招 你真有这个资深蓝 假设真的资深蓝 能管用 你给人家 你给人家这个 治好了 你收点钱 这都是犯法的 在美国 这个医疗行业是一个垄断控制 很严的一个一个一个行业啊 不容易不容易让你这个 让你沾上光 中医中药 不容易 我不是老师跟尼海夏教授当时他怎么弄的啊 他就说他在弗洛伊达慢慢的 搞了很多 这个医疗活动 然后呢还创办了这个 汉堂什么中医学院什么的 讲习班什么的搞挺大的 最牛的一个我看大家在油管上搜索他一个视频讲的不错 去世之前讲的 是09年还是10年 讲的 他跑到硅谷去 因为硅谷呢 硅谷有很多中国人做做这个工工程师吧 那个 那个那个哪一个教授不是那有一个五毛教授不是还讲吗说这个咱们 清华大学 光清华大学就有两万多名 校友 在硅谷干活 你想想 这个中国人很多 所以他到硅谷办了一场大型的这个活动 据说有一两千人参加 那个讲座一讲讲了两个多小时 我仔细听了一遍 讲的不错 讲的不错 有很多 启发你的 地方 这个我建议大家去搜出来听一听啊 那个能看出他水平是相当的相当的高度啊 这个这个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 靠吹啊 吹你能吹大了也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 做的挺厉害 讲到这儿呢 我得纠正一下我昨天讲的那个 所谓那个资胜丸啊 我说是 叶桂 叶天室 苏州人 清朝 清朝年间 清朝早期的一个 中医大甲 说他发明的这个资胜丸 这这个不对啊 我说漏了 说漏嘴了 我自己可能看资料看了看混了 因为这只是我的 全新的领域 我不懂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真正的这个 资胜丸 治这个 这个前列腺 肿大肥大 导致小便不通 治这个病的 这个这个方子 只有三味药啊 这个方子呢 是更早 是金 大金国 就是干掉了消灭了 北宋的那个大金国 那个时候的一个 中医大家 姓李的 我们姓李的啊 这个叫李东环 李东元 李东元 这个人呢是 大金朝时期的 一个医学家 医生 他呢 家住在河北 郑定县 也就是习近平当县委书记那个地方 那就是 石家庄的郊区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郑定县啊 你想的 金朝都是被 金朝吧 被 属于大金国了 被 被 金人给控制了 所以这个人还是有点 有点什么 他呢给自己为什么叫李东元呢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郑定县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很早了 可能春秋战国之前吧 叫 东元国 东元国 小国了 什么中山国 东元国 中山国大家都知道啊 中山县 赵检子打猎在中山国碰到了 东郭先生 所以石家庄这个地方可能古代叫东元 所以这个人呢就是 为了纪念自己的汉人的血统 中元的血统 在一族同志下给自己起名叫李东元 后人都管的叫李东元 他这是个医学大家 这个在当时啊 在中医历史上有一个有一个说法叫金元时代四大家 他是其中之一 他的老师也很厉害 他老师好像是河北省义县 这个地方 就是义和流域吧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叫张 元素 是吧 叫张元素 这李东元家里很富 应该是个大地主 不差钱 他爱好这个东西 他爱好这个东西也是个人的原因 这个李东元啊就是发明了这个 资深丸的这个中医大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啊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这个 母亲得了病 也是让各种医生治 治来治去给治死了 特 他特别伤心 我 立志学医 爱他学医 救火车 救火车 从这个李东元呢成为 造诣很高的一个 四大家之一 这个在据说是在中医的这个 理论发展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宋朝被灭了之后 在 金朝 就是 华北吧 黄河流域 贵金人管理嘛 以及元朝 元朝也受到了一些额外的这个影响 因为 蒙古人统治这个中原之后啊 他是打通了这个 欧亚大陆的通道 实际上进入一个 全球化时代 科学技术啊 医药啊 肯定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最主要的他们说呢 说是这个 因为战争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社会上病例特别多 人们吃不饱 营养不足啊 这个营养不足呢 就会得各种病 你的这个抵抗力肯定不行吧 所以这个发明这个 资胜丸的这个人 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在中医 这个学派里面 他就是提出一个自己的说法 就说这个 叫是强调这个 这个脾胃 脾胃 他的这个理论重点是研究脾胃 他认为这个脾胃是最重要的 脾胃出点毛病 那你 什么病都会得 这个理论就是说你只要营养吸收不好 现在换成现在的话 你要是营养 吸收不好吃吃不上跟不上 保养不行那你肯定 体弱吧 多病 体弱就多病了 这个 是有道理的啊 所以他这个这个李东元的就是这个贡献 他本名叫李 李稿 李稿那个稿子呢这个大家都读不出英来 是上面一个月孔子月那个月下面一个木 那个字用人名的话呢读稿 他本名叫李稿 东元是他的绰号 或者是叫这个笔名 或者叫什么 江湖上都用他 他后来发表了很多医学著作都是 署名李东元 就让大家记住 在河北 世界庄这个地方 虽然亡了国 被 金朝人统治 但是别忘了 老祖宗 当年这个地方是古东元国 是这么个说法 这人挺爱国的 你看啊 又有钱 又有情怀 又有这个科研精神 他就钻进去了 就成为一个医学专家 其实任何领域 甭管这个领域是朝阳产业还是西洋产业 任何领域任何学科任何专业 都是有前途的 你只要钻进去 我年轻的时候就犯了这个毛病不懂这个东西没人交给我 我年轻的事本来是 在南京大学化学系读的是高分子材料专业 这个专业八十年代你想读这个专业是不得了的 中国的石化企业 这个这个化工企业刚刚起步 哎呀那是 非常 社会上非常有需要 但是我就是读下来之后呢 读到高年级了三四年级了 国际上开始宣传这个石油危机 哎我想完了 这四五年石油就用光了 整个高分子合成材料 这个行业这个学问是建筑在石油 这个基础上的没有石油还研究什么高分子啊 我想我这个专业没有前途改行 那个时候说生物啊生物科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这玩意儿是吧 我就 改了专业了我自己改了我当时也忘了有没有跟教授谈过 教授也不在乎这个 谈教授也不管 我自己就到生物系听了一些课 后来就是 直接报考研究生考了这个上海生化所 回头一看呢 啊这个 这个是比较幼稚的 真的是比较幼稚 所以今天的孩子们 或者你教育自己的孩子选什么专业的时候 最重要的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专业给钻进去 你是不是真的 一读这个专业的说明享受 这个是一个求学的 态度问题不要 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专业 没前途比如说中医没前途那是因为这个专业里面没有大师没有聪明人 正需要你去 关键是你能不能钻 钻进去 把它吃透了 灌通了 然后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 创造发明 给这个专业起死回生 这是一个教育孩子求学的一个 一个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年轻的时候没人教这玩意我估计现在 恐怕也没有教授啊 导师啊 敢公开的这么讲 我里面是不是第一次公开这么讲的啊 我经常第一次公开讲的东西 惹的这些傻逼一耗子啊 什么什么的赵妍的 什么什么 日本的骗子老丸子 假空姐 后来又蹭上来什么的 王三啊 他妈的 非洲元 这些东北纯流氓 我操他妈的 这些这些经常开开笑 可能会 会让一些 没文化的人啊 觉得我李永宽是个疯子 或者我李永宽就是胡说八道的一个骗子 糟他妈的 不管他了 这个是真知灼见 你把我这个话转述给 一个有一定学术能力的 比如真正的一个博导 你听听他 李永宽就说 看他什么意见 给他录下来 给他录下来 放给我听听 所以就说 任何人 专业任何东西 无所谓这个 西洋专业 还是朝阳专业 最主要的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你这个能力恰好 能够攻克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难题 每个人的优势 不一样 你像我的化学特别有优势 随便搞一个化学一个专业 那都是搞的 一流的 但是我中间放弃了 这是人生的这个经验教训 不是亲儿子 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你跟一些陌生人讲的话 人家说你这个人 你看看 人家拿这个来攻击你 抹黑你 造谣你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向陌生人讲一些话 不太好意思 讲一些 对自己 过去失败的一些教训 讲这干嘛呀 我又不向你募捐 不向你募捐 这个就是到了国会了 看正前方 现在华盛顿 今天是个星期天 现在华盛顿在大街上找个停车位都很难了 又恢复到过去的 这个疫情之前呢 华盛顿就是都不敢来 开车呀 进这个进入这个国会周围的话 大街上就停不下车了 很辛苦啊 接着说中医这个 专业啊 我昨天上一个视频是故意讲了这个 资胜丸 我注意到这个 前列腺肿大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炎 前列腺癌 这是个大问题 这是个中老年男同胞 男士 很苦恼的一个事 新医呢 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最极端给你做手术 给你给你这个挖块肉下来 然后把你的尿道给你 疏松疏松 这玩意儿 你想想是不是怕人啊 是不是 恐怖的 而那个你像那个 金朝的时候 将近1000年了900多年以前 中国的 中医大师 就有 胆量给自己把这个方给公布出来 这个太容易了 太小才一叠了 这样的自信 而且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药材 那么今天为什么 不有人 这个有心人吧 去把他彻底搞清楚 到底有没有效 如果没效的话 是不是还能改进 给他稍微给他 纠正一下啊 如果真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 光美国这个市场就不得了啊 美国市场这个这个 日本市场都很大 没有好方子 我是说的蜥蜴啊 是前列腺肥大 没有好方子啊 所以所以这个 中国要说假设 有志于发展中医事业的人 找一找类似这样的方子多得很 解决现代疾病 很简单 很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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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国这次我看中国官方的报告 讲到这个治这个疫情的经验 我看了半年没什么经验 其中有一点 我看到有个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校长 姓张的 他讲嘛 他说中医药 喝这个汤嘛 那个方舱医院里面 大家喝中 中药嘛 喝汤子嘛 显然中药 中医 在这个 这次抗击疫情当中 在武汉尤其做了重大贡献 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 把中医中药推广出来呢 推向全世界呢 他世界卫生组织 他娘的英文版面 当时我印象当中 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打压中医药的 世界卫生组织 在这个官方的 主页面英文的 他说这个民间的方子都不行 这新冠 民间的方子就是包括这个中药嘛 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这个 这些所谓的这个 民族 替代医疗 替代医疗都不行 严厉禁止 但是呢 可能中文呢是中国 政府控制的 世界卫生组织当时的这个中文的界面 倒是把这段给拿掉了 那就是没说 没有说这个中医药不行 那现在美国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医疗行业被这个新冠打得如此 措手不及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中国 不动用国家的力量 动用这个中医的 各种力量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给他治好呢 我就不理解啊 这个是涉及到中国的巨大利益 真正的中医药的利益 短期来看是中国那些学中医重要的可以到美国来行医 这是一个 小的利益 但是大的利益 如果中医当中真有智慧 真有智慧 真有绝招 那通过美国推 这个给美国人治一治 然后呢全世界美国是个 美国是领头羊啊 美国是全人类文明的领头羊 给给全人类做贡献啊 终于应该有这个担当啊 应该有这个勇气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干 坏了 坏了看来疫情真的可能要结束了现在 到了国会了 国会下边 现在 又是人很多呀 我最怕的 游客很多了现在 而且游客也大家看游客也没有人戴口罩了注意看啊没有人戴口罩了 很少有人戴口罩 太热了 天气太热 大概1%的人戴口罩 找一个戴口罩的 又有机会 那你能明白吗 亚生说 亚生说亚有关系吗 你算了 得能扛 口罩 你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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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子 你算了 你算了 你呢 可以 恨习惟 我可以支持这种方式的想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 不就是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的想法 因此 在这边 我认为我认为我的心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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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我认为我认为我的心 我认为我的心 很多人都在认为我的心 和我认为我认为我的心 but what really gives effect is when i hear that our parents have decided to grow the children in our school and our house and give their children a jewish education no they are not afraid they will not that they can be going to come here to turn in the light so they do great to be the baby so that he has decided to put a feeling after 50 years of time this is x h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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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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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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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的机会 在讲团结 和我的朋友站在一起 不要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我解读一下 不要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和我的朋友 美国人站在一起 美国人站在一起 和我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不到人戴口罩了 现在大街上走路的参加聚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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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